大家应该都挺过无人岛吧 但是 无人小镇 你们听过吗 我那天看一个帖子 据说这个无人小镇 尚是只有一个烤箱 全真的希望 我还听说咱们现在的小宠物 什么小猫小狗小兔子 都是使那个烤箱烤出来的 这个小镇都是 奇妙小镇 我们小镇都出烤箱盲盒了 没错那个帖子都是我发的 我说的也没错啊 小猫小狗小兔子 都是使烤箱烤出来的 企图设计假电鲁鱼 诡计作用的盲盒 有个谢老板的美味 谢黄宝蜜花 这个是食谱 打上醋谱的吧 一个玩具搅拌棒 模具 这里装水 谢黄宝配发 你想帮鼠老板 投资美味麻烦吗 谁又惹他了 奇妙小镇的手拿道 把蜜花倒入碗里 我每个碗找了个大喷 面粉味 另一边整脸 天呐 他跟面粉散尽 一点都一样 太神奇了 世界只大武器不由 一样那面粉 从两么当着铃 灵霄你 为啥谢黄宝秘法 不告诉皮老板呢 要不然人家做么几个 你做么一个不知声 我把神秘的院圈 都交给你了 全阵的希望 你好喝照顾糖 今后我死还没讲 有果子过年薄饺的味儿 我的头可不是面图二姐的 但我的丑不是 弯了给他放进母具帘 再给他压个小拽 给母具开个路 海盗出神呐 哪在狗叫啊 哇 太香 有我的爆米花的味儿 我的蝎黄宝 哇 这也太生气了 这小伙给老天都冻出来 他这个是从最伤的眼儿 完了把这个女儿 往这边一拧着 他这个都 都下来 最后就得到了一个复读机 你这颜色 不是给都这迷人智障啊 蝎黄宝秘法制作成功 老铁别的我面儿